兩名男子來到倉庫前鬼鬼祟祟 四處查看確認無人 試圖把倉庫門打開 過程中不斷發出巨大聲響 兩個人還企圖回到車上 拿器材破壞門鎖 但最後無功而返 最後兩個人駕車離開 12號深夜 玩具公仔收藏家瘋狂大叔 在用企圖倉庫 招人偷走三台機械設備 70箱的庫伯利克雄 還有其他30箱的珍貴模型 初步損失超過500萬元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廠房倉庫因裝設監視錄影器 加強自我防衛 多一分防衛就少一分財務損失 基隆警方16號陸續逮捕5名嫌犯 找回18箱公仔宣布破案 沒想到17號下午又有兩名男子 試圖闖入倉庫偷竊 讓業者氣炸了 我非常的驚訝 這件事情已經爆那麼大 然後這些窃險竟敢還再來 又要再來偷我的東西 而且是明目張膽的 大白天下午4點多天都亮的時候 他們就來了 而且他們很明顯看到有監視器 在那個影片裡面 他們有說那個是監視器 竟然他們還在那邊 悠悠在那邊走來走去 好 這裡 好 這裡 這個就是昨天他們 應該是拿了什麼東西 想要把這個門給破壞掉 所以這個凹凍是新產生的 那還好我們這個門還算蠻堅固 沒有被打開 遠景獲報之後 在兩個小時左右 在中山一路和成功二路 攔截車輛 逮捕到許姓和林姓嫌犯 本分局3月16日破獲本牆 馬林山區廠房公宅重大切刀案 本分局將該處列為治安熱點 加強巡所 被害人昨17日16時許 從錄影監視系統 發現廠房外有兩名可疑男子 疑似要行切立即報警 本分局立即通報 警察局各單位線上組合警力 攔查涉案車輛 18時許攔貨蓋車 車上有許姓、林姓兩名涉嫌人 全案申詢後 將許姓、林姓兩人 依觸犯切刀未遂罪 以請基隆地檢署偵辦 並持續追查犯案動機 及之前有無犯案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呼籲 切捷蕭小 切勿心存僥倖 還走過必留下痕跡 發生案件 警方必棄而不捨 全力偵辦 這起公仔重大切案 警方才剛鋪案 隔天又有切賊想闖入 為了防止切賊不斷上門 收藏家已經找來保全業者 加強防盜設備 不讓類似的事件再發生 記者黃紹明 請見我們報導 謝謝 謝謝 謝謝